近日奶粉坊鬧得熱烘烘 政府透露日內會公佈針對奶粉供應的新措施 大批懷疑水貨客就親政府出招之前趕尾班車 但跟大量嬰兒奶粉或日用品過關 那些人提高價錢就買了 有些人會有其他地方入貨 有賣的地方就去買 也有帶著一箱箱日本奶粉的水貨客聲稱 是直接跟供應商拿貨 而在上水港鐵站外越晚就越多人 由於港鐵要求 每名攜帶貨物的乘客都要將貨物磅重和量度大小 一度有近過百人排隊輪候 我們有去附近的藥房看過 發現好像美素嘉儀和美讚神 這一類較熱門品牌的初生嬰兒奶粉都缺貨 而聲稱還有貨的藥房就將上星期賣265元一罐的美讚神 A加1號初生嬰兒奶粉賣貴過建議零售價 美讚神回覆查詢時說每天都會派出10名前線人員到各區巡查 如果發現台價會向零售商發出警告和減少供應 如果情況持續會停止供貨 而他們月中到農曆新年期間會提供54萬罐奶粉 包括向連鎖店每日供貨一次和大型藥房一星期三次 相信課源應該充足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曾子倫報導